那我过生日呢 那我过生日你总该送我的礼物吧 我过生日其实让你给我送礼物你都不愿意 老师他过生日你知道要啥礼物吗 我肯定不知道你说 过生日要一个钻戒六七千上万的 你觉得我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块钱 我总不能为家里人要钱吗 我没说让你给我买多贵重的钻戒 我当时就说 因为我生日是一月份的 到三月份我们就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吗 感情反正也挺平稳的 然后就可以结婚了 所以我生日的时候 我说亲爱的你送个戒指吧 特别撒娇 然后我说以后结婚就不用买了吗 然后等于你女生向男生求婚了 挺两圈其美的事多好 问题是我也不想跟你结婚的 所以这里有我死活不能送 关键是我确实是手头紧啊 我总不能为家里要钱 是是是是 反正理由会很多 对不对 那你可以送我个别的礼物啊 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天天多关心你啊 我怎么不关心你啊 你就不关心我啊 你看你天天要下班回家 就躺那玩游戏 我才能回家给你做饭 洗衣服做卫生 换了灯泡都得我一个女生来干 你说你就躺那儿就开始点手机 我一个女生 你就让我干这些所有的 我就会给你当保姆的呗 我就是你妈呗 我们刚开始你就一直这样啊 现在你又说这么多怨言 我感觉你变了很多啊 哎呀 真的 你别说他还挺那个的啊 我们刚开始在一起 你说你知道你现在基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已经埋到腰部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啊 嗯 就这么一男人 你为什么非嫁给他呢 就是 你都知道了你是他的保姆 你还想继续当下去吗 因为他确实也有对我好的地方 哦 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生病了 然后他也会去 就是就送我去医院看病什么的 不是说像那种网络用语啊 你喝点热水就行的那种 他会就坐到实处 然后关心我什么的 你一年生几回病呢 嗯 也肯定是很少吧 对 那是为谁累病的呢 连个灯泡都要换 就是为他呗 对啊 那他送你还不应该吗 哎 你真行哎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对他确实是真心 真心的 对 你说你不要给他结婚的 他老要和我结婚 我这确实是没办法了 我感觉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结婚 等我们 最起码的经济 基础稳定下来 这个给一个经济基础稳定的标准 就是三几年可以买一套房子 在哪买一套房子 在老家 安徽 啊 多少钱一套房子呀 那也得八十多万嘛 首付多少啊 首付也得三十万嘛 为什么那么高啊 我又做房产销售的 一套 你首付来十几万就可以够了呀 但是我就想要那一种 就是别墅风格 什么风格 我本来是设计师嘛 但是我想给我 我们自己的家 未来的家设计一个特别的风格 就是可能 明白了明白了 你要那别墅吗 我不用啊 我用那么好干嘛呀 不用了 但是我要啊 感觉我们既然结婚了 那你是要他呢 还是要别墅呢 我都要 哦 人家没有别墅 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听明白了吗 我觉得他太不切实际 特别像小孩 你知道吗 他父亲要陪嫁个别墅 你娶他吗 我不会娶他 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靠我自己的实力娶他 也就是说你一辈子 如果挣不到一套别墅 你还一辈子不娶他了 对不对 不对 那你啥时候娶 不是别墅 至少也要和他 关系再发展两年 啊 那你就直接告诉他 你说我们俩次的情感 还不够 结婚嘛 对不对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